很多阶段的一些特色 照办法集合 达办法成就现在的云端 也有用 所以各位就很勇气 生活在这个年代 你可以使用到这样的法座 可以使用到云端带给大家的便利 但是法国来讲 各位的竞争也变得比较多 对不对 你有没有办法好好掌握云端科技 可能是你跟你过来成功有点关系 人家用得好 可能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就会更受伤了 所以怎样去 因为这个云端科技 也是大家做到一个课题 好 那 那这个云端运算的概念 就是我们从命运来看的话就是在 在这个云的这个机码里面 拿到了很多很多很多 有一很多的伺服器 去结合 那这些有些中有名词 我想并不是重点 像这个什么通缺的 这个我们都 都会可以把它打扫掉 如果你这个进去查一下 如果大家在听过我就知道了 那我们同时 不会特别提取吧 这种重要的名词 你知道就是后一种连接方式 把这些主题结合在一起 那使用者 不管是在 在这个 在这个 在床上 在床上 在家里 在家里 都可以进去电脑 在家里 都可以进去电脑 都可以进去电脑 在咖啡厅 都可以进去电脑 都可以进去电脑 所以这一块 就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的这个 存资料地方 这个 云端机法 云端的主机权 更重要 好 那云端运算 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看 可以从它的后端 还有前端来看 还有中间的这一层 那后端 其实就是一些 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Data Center 我们把 现在好像IPC Internet Data Center Data Center 那Data Center呢 呃 待会我给组织给大家看 那我分享一下 老师有曾经去 我们鸿基 鸿基 那台湾有Data Center 也是很 这个里面很大 它在龙坛 在龙坛 在龙坛 那 那 它这个 提供了 这个 很多业界的一个 主机代管服务 它市场是云端的服务 很多 大公司的主机 很多大公司的社会 就 朱佑的 这个 鸿基的Data Center 所以 那些像 呃 我不能讲的是哪一家公司 呃 就是 我先以大大型银行 大型航部 它根本没有自己 阻密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就是放在Data Center 所以 所以 所以那个Data Center 你 如果进去看的话 你看到好有趣的 你像在矿 借一样 这一盒是 A银行 这一盒是B银行 都锁起来吧 但是看得到 那这一盒是哪一家公司的 你会看到 你在Data Center 他在左一圈的话 好像把很多大公司 都怪不得一片 他们的机器都在这 他就在Data Center 他当然也是 也有处理一般的运程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这个Data Center 必须要 经得起各种 天灾地变的一个考验 所以必须要 转不会淹水的 必须要转不会断电的 还有晒的够好的 还有各式量的天灾 水灾 会不会影响他们 拔起地震 会不会影响他们 甚至 核大 核在的时候 也不会影响他们 所以有人说 发生在这的时候 他里面 是躲鸡绑 不是躲绑 鸡绑 鸡绑是最安全 如果你要找不到 这种鸡绑 OK 好 那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很robust的 很strong的一个 Data Center 来做一个圆端的 一个 后观的一个 还有 有一些 白云技术弱者 包括说 虚拟化 的技术 刚提到的 这些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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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状态名字 我们 后面有 必要性 我找来看 不然你给我看过去就好 有些重要 我会解释 因为 连续性 所有必须列上去 各位如果真正对哪些 YouTube 你可以查看 先来 用药云端的技术 查一下 大家都有解释 好 好 那么 那 每个人都买了一台两千万 但这是贵族的享受 那现在不需要贵族的享受 并听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使用到这样的实力 OK OK 好 那刚刚开到IDC 我们就分享一个新闻 这个大家都知道 Google Google最近才开 才在那个 账命后面讯号 嗯 用一个 Data Center 那 其实 动作蛮快的 就把它建起来 那Google 这是Google 就是我刚讲的IDC Internet Data Center 它就处理 云端 这个服务 那么 呃 採用目前也是有最领先的 价位器 好 然后这个 这个价位很重要 呃 高速计算 或者说大量计算 会产生高热 所以 价位是很重要 你不价位的话 那个 那个主机 会 会大击 无数太高 会大击 所以 也降完起来很多 所以你看那种抽取电脑 以前在 以前 这个 这个 降氛技术里面 直接那种效果 就放在冷冬箱里面在跑 你知道 就直接在冷冬箱 淋漠了冷冬箱 因为它 热耳太 散热 散热所会过快 所以这个散热是很重要的 那事实上 它产生很多热的污染 这个是 里边化 它产生很多热的污染 它必须要降来降 好 那带来 可观的投资 也带来 云端硬底商机 云端硬底商机 那当然台湾 台湾的产业是硬底 硬底蠻强的 所以说 这些 硬底的泰卦 危附 我们台湾的产生上 可能可以 有 有 上机 但是如果 是 种者来看 就会有机会来保证 到这里面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带 那可能大家会失望 因为这个地下室 它只需要十几个人 有人说 不到这个人 就可以运走 因为它如不自动化 如不自动化 所以说 这个 嗯 呃 地方大概有点要多 大概就十几个人 就够了 那这个 做得漂亮 但是 大家如果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在Google上 那的话 可能就没有今天来看到了 就看到这支新闻 可以 因为它不在开放 它不在开放 它基本上 这个做得都蛮漂亮 蛮漂亮 那这 其实 嗯 我们谈到这个Google 它在台湾建 这样的Data Center 当然是 有蛮有指标性的意义 再来说 我们 怎么讲 就是它认为这个地方 可以 Google认为可以 建一个 建立的一个 这个 資料中心 提供给亚洲地区的服务 那对台湾也 完全也是一个肯定 对不对 但是 你一个 另外一看 其实它很不少 对 很不少 对 它有一个 热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耗电 所以啊 现在大家在谈电 会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台湾的电费 比美国便宜太多 所以 所以 这里是Google又有的 喔 变太飞了 变太飞了 那 那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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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另一个面向去看 这些事情 那 其实这个 带来 给台湾的好处 我不觉得很多 啦 我不觉得 今天如果它的基马带在美国 那它需要业务 可能还是台湾做的 对不对 该的调理是台湾做的 对不对 可能是这样子啦 所以这一部分 就没什么差别 差点不大 不然之后也没有差别 那你说这个 雇佣员工 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有什么好 而且很多 很多是他有长过来 所以你说 提高就位率也 也不大 好 那 好像是雇佣比较多 雇佣比较多 雇佣比较多 所以 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好 好 那如果 那如果在Google上班 算蛮不错 我如果喜欢在Google上班 他都觉得文化 他都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 就 用美国式的文化 那 那 直接到我就休息了 那很自由 那 那这个 倒是 有人喜欢就像Style 那倒是可以 借我拜祭 Google在小孩 做办公室的话 那 那 有机会 到Google上班 不错 可以使得到 那 基本上 大概 大概 蠻漂亮的 带一个 那 那未来如果有一些 略界的参访 其实 公学或是工系 常常会去办 这一类 那 那有一次到 如果去参观 假设有机会 如果有留意一下 是工系的 或报告类星 有什么要参加 到这边跟 西藏也都看到 我想应该是可以 不然保证 因为他也许设备系内 不过 我们常常有一些 业绩的参访 这个表示可以 一起去看看这些 这些大师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 你的情况 好 这在张钉 张钉的面具 还有一个好处 听说 在台湾的搜寻 会比较快一点 那是快多少呢 我忘记那个数字了 那快 角度点东西 0.00000064多少秒 因为没感觉 所以 所以好像你还好 就快一点点 快一点点 那一点点是你 你感受不出来的 但如果你的工作量 大的话 你感受得出来 如果你的工作量 大的话 让它盪上去的话 就感觉出来了 但真的还是很轻微 因为你的搜寻 或是你的 Google画面的相关列入区 就是究竟到这边 不管跑去到这边 但是应该会 大幅就跑到这边 哪里面 会比较近 会比较近 所以可能会有这样 会有一点点差别 都要去试试它 那你都会变得 就会变得比较坏一点 OK 那这边让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 往 技术面的地方去谈一下 云端系统先 开始来 在服务模式方面 我们再往前再看 慢慢的我会 带一些比较综合概念出来 就是 你要了解一下 云端里面的 基本的东西 中文的概念的东西 它这个Google 这个Google 好 那待会 待会谈到一些服务模式 因为时间差不多 有点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那我们再继续来 玩谈这一个服务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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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